好 上前滑动来选择一下你的心动难说 李孟然 你猜他选了谁 你这么一说吓我一跳 吓你 你胆那么小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么一说 感觉又是选你了 是吗 得找一个能hold得住他的 你觉得谁hold得住他 你觉得徐迟能不能行 他不行 你这是 我为什么问你 那你说谁 那你说谁 好像也只有我了 完了 没了 我们聊一下这样 你的不心动会是谁 其实我的不心动有两个 第一个是六号 六号 因为我刚刚就是在看你的时候 你没有回看我 没有 我不是 我是没有回看 难道是我没有魅力吗 不是 是我不敢看你 不敢指示你 我是不看你 是不敢看 对 差一个字但差很多 那另外一个是谁呢 也是因为不看你 所以选他的吗 不是 是刚才的李孟然 我好不喜欢他的发型 我比较喜欢口发稍微长一点 好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关键词了解一下女嘉宾 闭麦党 好妈妈 小伙伴 热场王 女嘉宾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闭麦党 在座男生们可能都知道 就是玩游戏的时候有一种闭麦党 就是不说话 然后我其实之前有过三段恋情 都是因为我不太擅长沟通这种问题 所以感情都无疾而终 交流和沟通真的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现在再有努力地去改善这一点 其实我很好奇就是你喜欢男生 是属于那种跟你相反的 就比如说那种很平静如水的那种 还是说跟你性格差不多 是属于那种热情思火的呢 这两种性格我都兼备啊 就是你喜欢的 我比较喜欢 也要兼备 开朗一点 要开朗一点 兼备最好 还有人想要继续就正话题聊一聊 还是换话题 你想说哪一个吧 问问你的意思 好妈妈和小伙伴 最想说哪一个 我想说小伙伴 好 那就说小伙伴 其实我这次也带她过来了 比较神秘 我为了带她过来 我是从青岛开车 然后七个多小时把它带到了 哇 哇 在这个神秘的盒子里吗 对 谁 有兴趣来揭晓一下 你想让谁来揭晓这个 神秘的小伙伴 想让谁 一号吧 好 一号来 你来把她打开好不好 她会她是什么 哎 这么轻 应该不要是蟑螂吧 你不试一下 看到了吗 看到了 她是 诶 幽影吗 还是 哇 她是那种 有一种神话 看到就会石化的那种 哦 来来来 可能大家离得远 你给大家先看一下 然后对 你给大家拿回去看一下 然后你介绍一下你的小伙伴好不好 这是一条玉米蛇 玉米蛇 它的原始状态是生活在玉米地里的 它是一种无毒蛇 就是它的个性吧 比较的特立独行 然后它的那种就是油业的姿态 我非常喜欢 所以你下面放的那个黄黄色的是玉米吗 不是 只是它的一个电材 所以你养 你养它平时它要吃什么呢 它吃小老鼠 吃小老鼠啊 好 谢谢 谢谢1号 10号 我想问一下现在冬天 它不应该在冬眠吗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就因为蛇它 大家理解的蛇都是要冬眠的 其实并不是 如果在自然界当中冬眠的话 尤其是这种 已经作为宠物饲养了很多年的蛇 它如果让它自然冬眠的话 会有50%的死亡率 所以要给它在底下放电的那种加温电 让它保持一个很好的温度去成长 好 谢谢 如果你未来的男朋友怕蛇怎么办 你会怎么选择 就是我要找男朋友的话 我觉得它不一定要跟我一样 就是去养蛇或者是喜欢它 但是一定不能排斥 就一定要接受我养蛇这件事情 它会长大吗这个 对 这个蛇的品种 可以长到1米5左右 这个还是小宝宝 那粗细呢 粗细大约成蛇的话 可以到手腕这么粗吧 可以长到1米5左右 到手腕这么粗吧 我可以长到1米5左右 我可以长到1米5左右